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只有亲自来到大陆,才能知道大陆真实的样子。 在祖国大陆的西部,有一条蜿蜒盘旋的公路,它翻越崇山峻岭,跨越大河激流,横穿大段列带。 它亲住了十余万驻路人的血雨汗,历经四年多时间建设通车,它就是被称为高原天路的川藏公路。 这几天,来自海峡两岸的四十余位媒体记者、自媒体人,正行走在这条公路上。 10月20日至28日,以寻美川藏县为主题的第五季掌上属兽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在四川举办。 在为期八天的时间里,两岸媒体记者、自媒体人,途经成都市、雅安市、甘兹州、阿大州四个市州, 跨越1500多公里,由镜头和笔触描绘他们沿途看到的壮美风景。 1954年,川藏公路正式通车。 70年前,驻路先辈用血汗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世界奇迹,孕育了伟大的两路精神。 在川藏公路通车70周年之际,举办此次采访体验活动, 旨在让两岸媒体记者、自媒体人深切感受大陆交通事业在雪域高原续写的辉煌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强劲脉搏。 我会用心体会和记录沿途的美好,让更多的台湾朋友感受到四川的热情与活力。 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看到过去,能经历现在,能展望未来。 我理解的两路精神,包含了勇气、毅力、牺牲、团结、合作等优秀品质。 这是一条由血和肉铸成的竹梦之路。 在参访过程中,两岸媒体记者、自媒体人通过直播、短视频、航拍等多元传播方式, 生动记录者采访过程中的自然美景、人文风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描绘出川藏公路之美、四川变化之大、大陆发展之快的真实画卷。 眼见为时,耳听为虚,只有亲自来到大陆,才能知道大陆真实的样子。 许多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观光后发出由衷感慨, 近年来,大陆方面持续为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好服务。 包括掌上属兽、两岸新媒体体验采访活动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也在热楼举办。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饱览大美河山,探寻灿烂中华文化, 体验各地风土人情,感受大陆发展进步。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我们相信,两岸同胞在扩大深化交流往来中,心灵会愈佳契合, 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到大陆走走看看,也一定会大看眼界,不需此行。 我们下期再见。